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入职山顶缆车公司 如今已担任高级车长的陈志德 对山顶缆车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暑假真 这条长约1.4公里的缆车车道 它一开就是25年 从海拔28米的山脚到海拔396米的山顶 最斜处坡度可达27度 途中经过四站 约8分钟就可以到达山顶总站 其实我们每一个站都有个名 名的来源其实都是跟回历史 有一些人物就用名来做这个命令 如果斜度来计 最斜就是莫过于是5度站 斜度是27度 不过很多乘客 它的感觉上都以为是45度 其实就没那么斜 都是25度左右 乘缆车沿着陡胶的山坡直上山顶 身体不由地向后倾斜 沿途可保揽太平山山景 过了半山 维港两岸的高楼大厦 缓缓从茂密的山林眼影中浮现 景色颇为壮观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山顶缆车历经多次改良 1926年 山顶缆车由燃煤正式改为电力推动 1959年 72座的全金属缆车车厢投入服务 1997年 香港回归 内定来港游客数量激增 山顶缆车转为全港第一条 开篷巴士专营路线 而对陈志德来说 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 则要回溯到13年前 2008年5月30日 香港山顶缆车 庆祝通车120周年 职员与车长 穿上与120年前相同的制服 用传统车票打孔机 为乘客打票留念 并提供于1888年相同的0.3港元的票价 当天 数以万机的香港市民冒雨前往搭乘缆车 排队者一度达到6000人 其实当天天是不好的 常常都下大雨的 但是呢 都吸引了很多人 排队排得很长 差不多是见不到一条人龙 其实当天我记得 我是回夜间工作的 其实在搭车的时候 我都听到 在电台有些呼吁 说是山顶纜车 已经是很多人潮了 呼吁一些游客 如果上山顶 可以考虑一下其他交通工具 那当天的环境是 需要比较印象深刻点 不久前 香港山顶纜车公司宣布 以服务香港32载的第五代纜车 将于2021年6月底正式退役 半年后将上线新一代纜车 在陈志德看来 山顶纜车不仅是 香港人重要的交通工具 更承载着几代人成长过程中的集体记忆 山顶纜车对香港人来说 都算是一个集体会议 我近平听多了 有些爹地妈咪 带那些小朋友来搭纜车 都听到他们说 以前我和你妈咪来拍拖 就搭纜车的了 那时候你们都没出生 甚至乎有些是长者 可能带那些是孙子 孙女子女来搭纜车 都听到他们说 我以前来搭纜车 这个纜车是绿色的 估不到现在是红色 说要是退役了 陈志德 孝颜 自己有幸见证了纜车的进步 也期待未来推出的 第六代山顶纜车 能为乘客带来更多新的惊喜 我都算是看着纜车的变化 就越来越进步 香港也是越来越进步 我知道这部新的纜车 大驾了 空间多了 门都阔落了 乘客上来也都方便了很多 以后下次来搭纜车 就不用等这么久